回到新聞現場 社會消息來關心 不想被抓 真的是無所不用其極 警北市有一名郭姓竊賊 偷小貨車被員警鎖定 上門逮人時 他躲到陽台水塔的後方 用手支撐牆壁 躲了三十分鐘 最後是氣力放盡 才摔落在地被員警抓包 而員警還發現他屋內藏有安非他命 一併移送偵辦 警方到民宅抓嫌犯 但花了三十分鐘 找來找去就是找不到人 正要放盡時 聽到了陽台有聲響 趕緊過去查看 原來嫌犯穿著四腳褲 爬上梯子後就躲在了水塔後方 利用水塔當掩護遮掩 他的肥度 水塔後方沒有立足點 嫌犯為了躲警察 就用雙手撐著牆壁 讓身體懸空了半個小時 最後體力耗盡 雙腳落地 這才漏了線 這名國姓借賢這個月在新北市汐止偷了路邊停放的小貨車 警方根據監視器追人 宣線查出他的住家 就在警方上門抓人時 他就在自家和員警玩躲貓貓 結果還是被抓 警方也在他的住家搜出了毒品 體力不如人要躲又沒躲好 嫌犯落網也只能怪自己 當初何必手腳不乾淨偷走別人的身材工具 記者成長楊文豪新北市報導